欧洲是否会飞出黑天鹅 美联储是否会在3月份加息 在真相拉开文幕前 交易者似乎会变得越来越紧张 亲爱的社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维珍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社区竞赛 转眼又一周过去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社区竞赛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吧 首先我们走进策略竞赛 从排行榜之中 我们看到来自阿根琴的Sekris位居榜首 恭喜他获得6000美元的奖金 紧随其后的是来自美国的Dutch 他以两分之差的成绩 获得了3500美元的奖金 恭喜他 而来自印度的Chattis的65 则位居第三获得了2500美元的奖金 同样的掌声送给其他12位获奖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月份策略竞赛的州冠军 来自俄罗斯的Vulai de Vuvu 位居榜首 恭喜他获得650美元的奖金 在这里我们也祝贺其他9位获奖者 接下来我们放松心情 来看一下都高斯贝加利大赛 首先我们让我们回顾一下 2016年的都高斯贝加利冠军 诸多说华语个性化的视频 请参与我们的官方网站 再来看一下本周的任务 春日里美好的天气 总会带给我们轻松的心情 不若冬日那般阴沉 那般冷淡 是时候和冬天说再见了 上传一张滑稽或者是记录幸福时刻的照片 您将有机会获得50点的加分 最后来看一下都高斯贝扑克大赛 在每周扑克大赛之中 恭喜来自西班牙的Wall Street Blog 获得500美元的奖金 而在每日扑克大赛之中 恭喜来自乌克兰的Marki 1715 获得125美元的奖金 好了本周的设计竞赛 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见